枕边经典 一起来听 记得是小学三年级 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 于是抱膝坐在床上 望着窗外寂寂青山 迟迟春日 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忧尘 至今有不能忘的凄凉 当时因为小 无法对自己说清楚那番阴有 但那份痛却是记得的 为什么痛呢 现在才动 因为你知道 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 而你偏不在 于是你痴痴地想 他们此刻在操场上追追打打吗 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不管是好事待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 一起挨骂挨打都是好的 于是开始喜欢点名 大清早大家都做得好好的 小脸还没有开始脏 小手还没有汗湿 老师说 某某某 在 正经而清脆 仿佛不是回答老师 而是回答宇宙乾坤 告诉天地 告诉历史 说 有一个孩子 在这里 回答在此对我而言 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然后长大了 不必被点名了 却迷上了旅行 每到山水盛处 总想举起手来 像那个老是争着好奇远眼的孩子 回一声 我在 我在和某某到此意犹不同 后者张狂跋扈 目无余子 而说我在的 仍是个清晨去上学的孩子 高高兴兴地回答长者的问题 其实人与人之间 或为亲情 或为友情 或为爱情 哪一种亲密的情意 不能基于 我在这里 刚好 你也在这里的前提 一切的爱 不就是同在的缘分吗 就连神明 其所以神明 也无非由于 西在 金在 横在 以及无所不在的特质 而身为一个人 我对自己 只能出现于这个时空 和空间的局限 感到一种可贵 仿佛我是拼图版上 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 单独看毫无意义 极致恰巧嵌在 适当的时空 却也是不可少的一块 天神的存在 是无始无终 浩浩茫茫的无限 而我是 此时此季 此山此水中的 有情和有绝 有一年和丈夫 带着一团的年轻人 到美洲和欧洲去表演 在一战复一战的 陌生城市里 舞台上 闭塞绸子 抖出来淋淋水波 唐人岳父悠然导出 君家何处走 妾柱在横堂 听传赞戒问 祸恐是同乡 渺渺烟波里 只因错间而过 只因你在清风 我在明月 只因彼此 结在这地球 而地球又在太虚 所以不免停舟问一问 问一问彼此隶属的籍贯 问一问昔日所生 他年所葬的故里 我们也是这样 一路去问海外中国人的 隶属所在的 那是端午的晚上 在澎湖的小离岛 为了纪念屈原 渔人那一天不出海 小学校长 陪着我们和家长的朋友吃饭 对着养着脖子的敬酒者 你很难说不 他们喝酒的样子 和我习见的学院人士 大不相同 几杯下肚 忽然红上脸来 原来酒的力量 竟是这么大 起先 那些宽阔离黑的脸 不免不自觉的有一份 面对台北人和读书人的悲意 但一喝了酒 竟人人急着说起话来 他们说没有淡水的日子怎么苦 说淡水管如何修好了又坏了 说他们宁可倾家荡产 也不要天天开船到别的岛上去搬运淡水 而他们嘴里说的淡水 在台北人看来 也不过是闲色难艳的怪味水罢了 只是于他们却是遥不可及的美梦 我们原来只是想去捐书 只是想为孩子们设置阅览室 没有料到他们红着脸 搓着脖子叫嚷的却是水 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在同展供应的黄昏 也许什么都不能 但至少我在这里 在倾听 在思索我所能做的事 旧约创世纪里 堕落后的亚当 在凉风乍着的伊甸园 把自己藏起来 上帝说 亚当 你在哪里 他惊而不答 如果是我 我会走出 说 上帝 我在 我在这里 请你看看我 我在这里 不比一个凡人好 也不比一个凡人坏 我有我的迅顺祥和 也有我的叛逆凶利 我在我无限的 求真求美的梦里 也在我脆弱 不堪一击的人性里 上帝啊 俯查我 我在这里 我在 意思是说 我出席了 在生命的大教室里 几年前 我在山里 说过的一句话 容许我再说一遍 作为忠祥 树在 山在 大地在 岁月在 我在 你还要怎样 更好的世界 好了 今晚的文章分享 就是这样了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 留言 或者是 分享到朋友圈 让更多的朋友们 能够听到 我们的节目 那在节目的末尾呢 应有也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我们声音课堂的 第一期 马上就要开课了 如果你也有 想当主播的愿望 或者是 也想用声音 传达一些东西 那么欢迎报名 报名方式呢 是在文字下方 找到我和你爸的简介 添加我们两个的 微信公众号 详细了解内容 我们在这里 欢迎小伙伴们的到来 那今晚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好梦 晚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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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